午茶時間來充電 一起來品味科技下午茶 哇哈哈 歡迎來到嵌入式放牛班 我是蔣員肯尼 這場放牛班的主題是ADC及DAC第2獎 請朋友們放鬆心情入座 內容大綱就在你眼前請先過目 我們馬上要開始囉 Yo ho ho PLL及Clock Divider PLL是一連串的電子線路 它可以讓 Input跟Output之間取得一定的相位同步 早期的應用 多數應用在類似FM這樣的系統上面 FM所發出來的訊號非常微弱 接收端在經過一連串的放大線路以及處理之後 透過PLL就可以將放大後的輸出跟輸入取得一定的同步 這是PLL最早期的應用 除了FM之外 AM、FSK也都可以使用PLL來進行Lock 不過對於近期的大部分線路來說 PLL幾乎都是應用在 將Clock進行背屏的工作 接下來我們就來解釋 PLL這三個英文字 它所代表的意義 Face、Lock跟Loop的部分 首先我們來解釋最後一個L 這個L的意義就是因為 在PLL的線路裡面 它的輸出會回饋到輸入端 就像各位現在看到的這根pin 這個pin角 就像一個回路一樣 這是為什麼PLL的最後這個L 它所代表的意義就是因為 它的輸出會回饋到輸入端 就像一個回路一樣 這是最後這個L的解釋 接下來我們再解釋前面這兩個 Face、Lock代表什麼意義 首先各位看到我們左邊的輸入 我們用黃色代表 右邊輸出是 藍色 我們一般在判斷這個輸入輸出的時候 如果以這張圖來看 其實我們看不出它兩者之間的差別 我們應該把輸出跟輸入擺在同一個時間軸來看 就像各位現在看到的這個情況 我們把輸入跟輸出擺在一起看 通常我們會認為就是輸入跟輸出它的相位會是一致的 譬如說各位現在看到這樣子 上升源跟上升源對齊 其實 不然 在真實的狀況底下 任何的電子線路只要經過 電子處理之後 它都會有 一定的相位差 就像各位現在看到了 藍色的部分 會比 黃色的部分延遲 這就是落後的部分 只要 只要經過電子線路 只有落後 不可能超前 因此我們如果把 它實際上目前 的狀況 做一下比較的話 各位就可以看到 這樣子的例子 最底下這個白色的部分就是 輸入跟輸出之間的相位差 我們目前比較的是它的上升源 底下這個白色 各位有發現它的寬度都一致 這個寬度一致就表示輸入跟輸出的相位之間 每一個 clock之間的相位都是 一定的 所以這個狀況下就是所謂的face lock 所以face lock 就是各位現在看到的 輸入跟輸出的相位差比較 一直保持一定的距離 這就是所謂的face lock 這是face lock的基本概念但是我們必須把face lock 說得更 清楚一點 所以請各位再看這張圖 左邊這個部分就是我們剛剛提的face已經lock的狀況 底下的 兩者之間的face差距都是等距的 接著我們看中間這張圖 中間這張圖的輸出部分 它的 周期是比較短的 周期比較短的狀況底下各位會發現它 兩者之間的 差距就會變得越來越小就像各位底下看到這個face的 狀況 會變得越來越小 這個狀況就是因為 中間的周期比較短也就是 頻率比較快就會 取得這個狀況 反之如果各位再看右邊這個右邊這個中 的輸出端來說它的周期比較 大 周期比較大就是表示它頻率比較慢 這個狀況下 兩者之間的 相位差就會呈現這樣的狀況就會呈現越來越大的狀況 無論是右邊或左邊都呈現 輸出跟輸入之間 的相位之間是沒有同步的 這個時候PL線路內部就會 進行處理 最終就會達到左邊這個 相位Lock的狀況 這是PL的基本 說明 接著我們再來看 一個 示意 各位現在看到就是PL線路在 實際運作的時候大概出現的狀況 各位可以 先來看 現在就有點像在拉風箱 那現在就是 就是Lock住了 這就像我們在對焦的時候 這個狀況就是準焦了 前面這段就是在拉風箱 再調整調整調整後面就 Lock住 就是準焦了 這就是PL基本的做法就是這樣子 接下來我們再把我們的目光直接 放在PL的內部線路部分 我們沒辦法講得太細 不過對PL來說他最重要的一個 元件就是叫做VCO 這個VCO一樣是一個Ossurator 就是一個震盪器 這個特別的是說 他可以透過你給定的一個電壓 來輸出 特別的頻率 而且在大部分的VCO來說 他就會提供使用者一個m跟n子 m是一個 乘數 n是一個除數 你透過m 內部就會調整他相對應的電壓 因此VCO是一個 精準的 藉由你的電壓輸入來控制 你的輸出頻率的一個裝置 這個裝置本身是可以調的很準 不過 無論如何對電子線路來說我們還是會 擔心你輸出的 最後的電壓到底準不準呢 因此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我們可以拿一個 參考的依據來做 頻段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會拿出 這種左下角這種 Crystal或者是 Ossurator 這種是固定頻率的 這個 這個Ossurator跟 VCO的差別就是VCO輸出的頻率是可以變動的 至於左下角這個是固定頻率 通常這種固定頻率都可以調的非常的準 因此VCO如果參考 這個非常準的頻率 來做參考的話 最終他輸出的頻率就會是 準確的 所以 一旦有這個 固定的頻率輸入之後 PL內部線路的做法其實就是這樣 他透過一連串的線路 最終在 把我們的輸出跟 你的輸入部分做一個 比較 這樣子就可以做到 我的輸出是準確的部分 這個時候 可能朋友們會有一個疑問 既然 擔心VCO不準 而 必須靠左下角這個Ossurator來做 那我就直接用Ossurator來做就好了 為什麼還要用PL 其實沒有錯 如果你只需要固定的頻率 確實是可以直接用這個金證來做是最準的 不過你不要忘了PL有一個很 重要的部分就是他VCO 他VCO可以調整 所以 你的PL本身可以再入M跟N值 他可以做背頻的工作 這個就是讓你的 實際線路變得非常有彈性 所以跟定頻來比的話 PL因為他可以做到背頻 他就非常有彈性 而且在我們目前的 電子線路來說 我們需要的通常都是 變取比較大的頻率 而且不同的運用需要不同的值 所以這個PL 也就是 他的VCO能夠發揮最大效用就是因為他能夠做這個 乘M跟除N這樣的動作 當然如果你一旦做了這個背頻動作之外 PL內部線路 就會再把這邊再除回來 所以 我們剛才有提過如果這邊把他乘上去這邊再把他除回來的話 理論上 在 輸入端就可以做剛剛同樣的比對 所以這就是 PL內部線路的基本說明 我們再來對照 實際MCU內部的狀況 各位有沒有發現 我們目前 的PL中就是中間這塊 中間這塊的 這個部分跟這個部分就是PL 後面是除頻的部分 在PL部分他可以有不同的輸入源 比如說各位現在看到 這邊有一個 12M的輸入源 接著這個12M的輸入源 在目前我實際的線路裡面 他會透過 MANPL 把它提升到480M 這樣子是提升的40倍 至於他為什麼要提升 其實他提升這麼高有兩個原因 一個就是 他要把這個數值再除給USB來用 USB的IP需要 標準的48M 就是要穩定的48M 因此 他把它 拉到480M 是為了配合USB 接著 他的 CC clock 也就是 CPU需要的是120M 所以 各位應該發現 480 就是48跟120的一個公倍數 接著 因為480先 被平上去了 所以 後面的裝置 就可以透過 Divider在取得他所需要的頻率 PL一個特點就是 他的輸入源 不一定只有一個 譬如說我們剛剛是用12M當成輸入源 他也可以用其他的輸入源 譬如說這邊有一個4M的輸入源 4M的輸入源進來之後 一樣可以被平到480 而且 一旦被平完之後我們還可以做 Cluck Divider的部分 譬如說 我 這邊被平完之後 這邊就可以再把它除下來 我們剛剛是除式變成120 實際上你還可以再把它往下除 除成各種你需要的 數值 但是這個Divider的部分我們會在下一段講 我們先來再回來看PL左邊的部分 對PL來說 他的輸入源有很多 各位可能會納悶說我就選一個固定的輸入源 因為這個輸入源主要是用來確保 PL輸出是穩定的 就是他的輸出跟輸入是Face同步 就Lock處就同步了 我為什麼要 用這麼多呢 各位往下看 各位有沒有發現右下角這邊有個Watchdog的Cluck 在Watchdog的Cluck部分 各位如果往前看的話你會發現 這個Watchdog只能夠接受 RTC的Cluck或IRC的Ossurator 因此 如果你是使用外部的OSC的話 對內部的Watchdog來說他是不可以的 因此 在這個狀況下如果 你希望把你的MCU切到PowerDown模式 這個時候你就 被迫一定要切換你的 PL的輸入源 為什麼呢 因為 對這個原因 因為對 Watchdog的Cluck來說 他是沒有辦法用Ossurator的Cluck當成輸入源 因此如果 你的系統 切到PowerDown狀況底下 你就被迫必須切換這個 當然切換輸入源 對於PL來說有很多的 東西要處理 這個我們在 放牛班 PM第二獎有做很多詳細說明 也蠻精彩的 有興趣的可以回頭看 當你在做這個切換的時候 其實有蠻多工作要做了 剛剛談的就是PL的部分 接著我們再來看 Divider的部分 現在 帶各位看的是一個 AIDAMX8的一個 SOC 這是NXP的一個比較高檔的平台 它的內部可以 容納4顆 Cortex-A53 兩個Cortex-A72 再加上兩顆Cortex-A54 從這個 各位看這個Cluck Divider來說 非常的 精彩 首先我們先看左邊這個 左下角這邊有一個 圖示的部分 他圖示分成四大部分 第一個就是Divider 我們等一下要談的 第二個是多工器 這多工器就是 多選一 所以各位在中間這邊都可以看到這個多工器 第三個是Cluck Gate Cluck Gate 在 比較高檔的SOC 才會看得到 一般在MCU 比較少出現這個Cluck Gate 各位可以看一下最右邊這個是Cluck Gate 有這個Cluck Gate的話就可以把Cluck完全截掉 截掉的用意就是可以更省電 但對一般MCU來說比較少出現Cluck Gate這樣子的東西 最下面這個就是PL 我們剛剛提過的 接下來我們先看 剛剛的左邊這個PL 對於AIDAMX8來說 內部的PL 像這個有三個對不對 PL012 這樣子的三個一組 在 AIDAMX8內部 有10多組這樣子的部分 譬如說這邊有三個對不對 他有10多組 你把它乘上去 就是340 340個這PL 為什麼SOC裡面會需要這麼多 感覺是很多餘 但其實不多餘 各位如果繼續聽下去就知道 為什麼會需要這麼多的PL 接著我們來看 這張圖 其實是 眾多的 Cluck Tree裡面的其中一個 這個Tree其實是跟Audio有關的 各位可以看一下右邊這邊都是跟Audio有關 接著我們把它實際內部的狀況 讓各位看一下 對於Audio來說 PL0這組是他預設的 他必須把 從來源24MHz 他會把它預設升頻到 背頻到700MHz 為什麼會背頻到700這個數字還蠻奇怪的 因為700對24的話其實沒有辦法整除 他會需要用到700主要就是因為他實際的應用 Audio的PL0非常多 這邊有列出 各位現在看這只是一部分而已 底下這個表很大 右邊這邊左邊的這邊 的Module 譬如說EDMA Audio是Mix EASI還有SAI 各位都可以在右邊找到相對應的 以EDMA為例他需要的是350MHz AudioMix需要175 然後這個ESI是350 等等這邊有 非常非常多的需要的frequency 很明顯各位應該有發現 他把它背頻到700就是因為 是這些頻率的一個背 功倍數 有這個功倍數的關係所以 你 除下來之後這邊就 都可以整除 因為對Audio來說 他的時序必須 非常準 這個圖是Audio的例子 我們接下來看另外一個例子 這是 在 內部的Cortex-M4的部分 這個SOC可以 內含兩顆Cortex-M4 以這個例子來說 這邊各位有看 他是把它背頻到790的 790也很奇怪 為什麼要背頻到這個數字 各位如果再往下看就會發現 他的frequency 在M4的部分是要264 在 RNT的Max部分是13的 還有其他部分 因此792就是 這幾個數值的 功倍數 實際上 他的 Cortex-M4內部他的文件有提到 他的最高頻率是可以到266 但至於這邊為什麼不用266 其實這也是一個Trail 因為 你一旦背頻上去之後 在 這個 Cortex-M4的整個 Block裡面所有人都會使用這個被頻出來的值 因此 如果你這邊用266的話你要取到一個 理想的功倍數 其實有點困難 所以取功倍數這個事情 我們有時候會用 計算機一直按來按去 這個按得很麻煩 其實有更簡單的工具可以做到這個事情 這個部分我們就請 我們的助教星宇來為大家說明 大家好我是助教星宇 今天我要用Excel來求 PLL的 N值 PLL的公式其實很簡單 就是 Crystal乘以N值再除以N值 我們已經把公式寫進去了 按照剛才的slide我們可以知道 24沒有辦法被700整除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模擬分析的目標搜尋來做做看 我們的目標值是700 我們變數儲存格就要設定 N值跟N值這兩邊 然後按確定以後我們會發現 它只可以用單一儲存格 所以按照這個例子 當我們的變數儲存格超過一格的時候 沒有辦法用目標搜尋來達成 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就要透過Excel提供的另外一個檔案選項 增益集裡面的 規劃求解增益集這個工具 這個在Excel裡面是沒有預設安裝的 但它安裝也很簡單 只要按執行以後 選取 規劃求解增益集 按確定 它就會出現在我們資料的分析區域 首先我們先選取我們的目標儲存格 然後打開規劃求解 在這邊要設定目標4 我們就是選取我們的PLL output 接下來我們要設定變數儲存格 先注意變數儲存格可以不止兩個 但只是我們目前要取得只有 m跟n兩個值 所以我們就先選取這兩個 那它可以針對每一個變數儲存格 增加它的限制式 那我們要限制什麼內容 我們可以參考下面這一張圖 在m值它總共有15個bit 也就是說它的範圍是1到32768 所以我們B2這一格 它的值就要 小於等於32768 接下來它的值不可以 要 不可以是小數 所以它要設定為整數 最後就是它的值要大於等於1 才會符合它的範圍 接下來是n值 n值它總共有8個bit 也就是說它的範圍是1到256 所以C2它的值 一定要小於等於256 接下來就是C2它的值也要是整數 最後 C2就是n值它要大於等於1 好我們完成了以後呢 我們就可以來跑跑看 它的最大值是多少 我們按求解以後 它就會很快的跑出來 它的分值是32768 分母是1 對這就符合它最大值要求 然後接下來我們來求求看它的最小值 那它的最小值 那它的分母就是256 分值是1 也符合我們要求的 它最小值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求值 我們輸入剛才說的700 來求解 它就很快的跑出 我們要的答案 就是 n值是175 n值是6 我們可以儲存分析藍本 我們把藍本名稱設為700 那我們來求求看一些比較難的數值 比如說 我們求333333 那求解以後呢 它就很快的得出一個最佳解 那我們再來求 444444 那它也很快的就跑出來一個最佳解 那如果我們來求 555555 那求解的時候呢 它就找不到最合適的解 在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 上 調我們要求的內容 我們目標值是555555 我們現在就 求往上一格 看看 然後它就有得出一個 我們要的解 那我們就儲存分析藍本 把它設定為556 那接下來我們再往下求一個值 5555554 然後求解以後 它也有得到一個最佳解 我們一樣把它儲存下來 我們就把它設定為554 好 那我們 那我們得到這兩個以後呢 我們就可以 透過資料的 預測模擬分析裡面的 分析藍本管理員 看到 700的時候 我們就有得到它 一個最佳解 在55555 我們沒有得到合適解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上調或下調它的數值 然後根據你的需求 去選擇 哪一個比較符合你的需要 那這個就是 大家可以看左邊 我們可以套用公式 數學與三角函數 的lcm 然後在裡面 代入你需要的頻率 那我這邊已經幫各位設定好了 可以暫停看上面 這邊的函式 然後我有加入 邏輯判斷 在遇到0的時候 會自動忽略它 那我們可以來試試看 如果我們多加入一個100的話 它的最小公倍數就會變成700 那如果我還需要200跟300的話 它也很快就計算出來 它的最小公倍數是 4200 那最大公約數也是 一樣的 做法 只是我們的函式要把它改成 GCD 談到這邊 各位一定要記得 以後如果遇到數字或是算4的時候 一定要想起助教星宇 啊不對不對不對 是要想起eSale有這些好用的工具啦 那我們把時間還給講員 感謝星宇的說明 用規劃求解確實是一個聰明的好方法 不過這邊我還是要補充一個簡單的 做的方式 應該說如果你的目標非常簡單 譬如說24要提升到700 我們可以把700除以24 這個時候我們得到了一個 不整除的數值 但是他這個尾數是1666 這個明顯你只要乘以6之後就可以整除 當你 取到一個整數值的時候 這個175就會變成是你的最終的m值 而這個6就是我們剛才的 除值反而會變成是你的n值 你的乘會變除你最終的3 會變成你的m值 這意思就是你把24 除以6在乘上 175就會 這是你最終數值我們試試看 24除以6在乘上175 就是得到會得到700 這個過程就是 剛剛從這邊右邊這邊可以看到 你先把你的目標值除上 你的原來頻率 你得到一個不整除的值 你把這個不整除的值乘上一個數值 如果能夠立刻變成 整數的話 這樣子你乘的這個值就會變成你的n值 你的最終值就會變成你的m值 所以 我們最終就是24除以6再乘1去 我可以得到700 這個在規劃求解得到的 答案是一樣的 當然以這個例子能夠 用計算機來算是因為我只有兩個變數 也就是m跟n而已 如果你有更多的變數 你用計算機就真的是沒辦法 請各位還是善用以誰有這樣子的工具 我們再回到這個clock tree 我們這段要談的是divider 也就是中間這個部分 divider就是會將左邊 所過來的pl 通常在這個block裡面所有的 這個 右邊的裝置都是共用一個pl的輸出 不同的就是 不同的 不同的 preflow可以用不同的 divider的數值 取得最終你所需要的頻率 這個頻率必須要精準 因為對audio來說 你如果不精準的話 你在實際運作的時候會有一些問題 當然這個clock tree是SoC比較複雜例子 我們再回到mcu的狀況 這個是一顆mcu的部分 各位應該有發現 他的clock來源就比較精簡 比較簡單 而且 他沒有分那麼多的模組 像以這顆mcu為例 整個mcu內部只有兩個pl 首先我們來看 UR的部分 這個就是一個 典型的例子 UR的這個IP 由系統端的pl 除 除成 CPU的clock 就CCclock 之後再經過一個 Plyferal clock 取得 這個UR的clock input 接著 他內部再去除它 所以 其實這有兩個部分 右邊這個是IP 左邊這是 系統提供的部分 我們再來看今天的ADC部分 他的做法是 內部先 除上一個clock divider 接著再把conversion除以6 他的 burst rate 就是他最後的conversion rate 算法是 P clock P clock就是 這邊的ADC clock的input 先除上這個divider 再除上64 這樣你就會得到 你的轉換率 如果 clock divider 出來的這個頻率是64的話 這代表說你一秒鐘可以轉換一次 同理如果這邊是128的話 就代表 代表一秒鐘可以轉換兩次的ADC 這個公式就是在底下這邊計算 對於大部分的divider來說 因為除數是不能是0 所以 通常的做法都是 你填到這個戰爭器裡面的數值要再加1 因此各位可以看一下這邊的做法也是加1 其實 很多的 MN都是 有這樣子的規則 你實際填進去了戰爭器的值 再加1才是最終的值 因此以這個為例 他的clock divider就有256個比方 就是從1到256 也有 clock divider的bit數 當然是越多越好 但是在大部分的情況下 你 可能會除不出你要的整數值 我們以上面這個UR為例 這個UR可以提供的 參考的戰爭器有兩個 左邊這是flexional的rate 的divider 右邊還有一個主 divider 透過這兩個模組的部分 他最終的UR的包裂 是這樣子計算出來 你如果注意看的話 他總共有4個值可以填 而且這邊還有再加上一個塵數 因為這個是在分母 所以反過來的話 這個mul是塵值 當你有這麼多數值可以調的話 你的UR包裂就可以調得比較準 這個是 你的變數多 而且有塵有除 這樣子 你最終要到9600 19200 甚至1520 都可以 都可以調出來蠻準的 即使你的UR clock 是固定不變的狀況下 其實右邊這個 這顆IP是一個蠻舊的IP 各位注意看 他的man divide的部分 他分成兩個 參數來填 這兩個參數 其實因為 他這個舊IP是8bit而已 所以 他沒有辦法一次給一個16bit或32bit的數值 因此他拆成兩個8bit來填 但是這種舊的IP 在目前很多的MCU SOC 你偶爾還是會看到 不是說舊的就不好 只要 穩定就可以好用 以這個例子 我們這顆MCU 就是包了一個很舊的IP進來 對於一些比較老的工程師來說 這些 這些欄位 他們以前都已經操作過了 所以 用起來會很熟悉 其實不管新舊 只要跟著Spec來做 應該都不會有什麼太大問題 我們再回頭看底下 我們這個 ADC的Clark 如果跟上面的UR來比的話 上面的UR有很多的參數可以設 他有四個 變數可以填 底下這個 ADC 他只有一個ClarkDivider 可以 來填他 而這個DividerClark 你如果搭配前面這個CC clock 就是我這邊列出來 這個CC clock 目前是120M 我們首先將120M 先把它拆解 他拆解完之後 他的數值 其實是這樣子 2的9次方乘以3再乘以5的7次方 這個數值是這樣 這個數值 對於這個ClarkDivider來說 似乎很容易除 我有這麼多 我有1到256個數值 可以來除他 我如果要除到我所需要 應該很簡單 其實是有困難 其他困難就是在右邊這個conversion 這個conversion是ADC內部所需要的轉換率 你的頻率過來之後一定必須再除以64 而64是2的6次方 2的6次方會有什麼影響呢 這個2的6次方對應到我們現在來源的CC clock之後 你2的6次方減掉之後 就會變成 我的 來源端的這個 這個preflow clock過來 只剩下這樣子的部分 而這樣的部分變成 他的 基本的因素變得比較少 在這個狀況下我們來看 實際 除出來的數值 現在只剩下這個ClarkDivider可以除 他有256個變化 感覺256非常多 不過 如果對應上面這個數值 CC clock的這個數值來看的話 你真正能夠整除的是我現在列出來 黃色的部分 只有24個而已 不到10分之1可以整除 各位有沒有看到 1200 因為這個64 減掉之後 你最終這個Clark 填進去的這個數值 1到256之間只有 左邊 列出來黃色這是可以整除 其實就是跟 你的來源有關 因為他的組合是這樣子 所以你只剩下24 也就不到10分之1可以整除 接著我們再往這個IP的前方看 這個IP的前方我們剛才的這個CC clock是在這邊 其實這邊還有一個preflow clock 這個跟IP有關這是系統端的 系統端 如果你不特別去調的話 目前系統預設是使用 P clock初以4 這是在大部分狀況下 如果你都不去特別調的話它是 會初以4 如果你把這個初次再帶回去的話 這樣的話要變成 你真的 進到ADC P clock 只剩下這樣的組合 這樣子的組合 會變成怎樣呢 這個是我們剛剛的狀況 如果你是直接用CC clock 來做的話 是這樣 但是如果你用預設的除式的話 最終你 能夠整除的 就只剩下這樣子 這樣只剩14個而已 256個只有14個可以整除 不到18分之1 這是讓各位知道 ADC clock的 目前這個狀況 這邊除了64之後 再加上他只有一個 除數可以 而且8bit可以 的狀況下 你能夠整除的數值 真的少的可憐 不到18分之1 各位有沒有覺得很 很擔心 都不能整除 我ADC如果調的準 其實真的是不容易調的準 問題就在於這個 它的conversion64 看起來很漂亮 2的6次方 實際上這2的6次方 因為把太多的2給吃掉了 所以就會造成影響 因此如果 ADC在這個部分 它的conversion 調成一個比較不一樣的數字 譬如說50 50這個數字就 感覺很不好用 但是其實50是 比較好的 因為 50它的 因素分解之後是 2乘以5的2次方 各位如果對照 左上角這邊 這邊原本的數值是 2的9次方乘以5的7次方 其實這個50如果可以先消掉的話 把2保留下來的話 你就會讓整除率變得比較好 所以 我們就再來試算一下 如果你 你現在這個ADC clock 是50 的狀況底下 你的crystal來源是24MB的話 如果你是自己可以調的話 如何 你調成CC clock 要調成什麼數值 能夠讓你的ADC 能夠得到最好的數 這個是試算而已 並不是真的 因為我目前CC clock 固定是在120 但是 為了要讓 ADC能夠調到最好的狀況下 我們可以試試看我調什麼值會最好 我目前有調到一個值是 你把CC clock 背平到現在這個數字 就是從120MB降到108MB 但是它有一些尾數 降到這個值 主要是因為 它的組合是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各位應該有發現 這邊有多了7跟11跟13的這個因素在裡面 這樣子的話就可以幫助你的 ADC的這個divider 能夠取得更多的整儲 其實對ADC來說 它缺少的就是因為它只能儲 它沒辦法沉 各位 記得嗎 剛剛的Bowray這邊 它是有一個沉的 對於任何的IP來說 如果你在調你的最終頻率 可以有一個沉的因子的話 這樣子是很容易調出來 不過以ADC例子你只有除沒有辦法沉 你只能把那個沉的部分 盡量 拉到前端來做 所以 為什麼要108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以這樣子的組合來看 最終 以這樣的組合來看 這個可以整除的率 就從剛剛的 14個 就會一次提升到84個可以整除 這個84個整除是因為這個 我如果把CC clock調到108Mb 而這個108Mb因為有帶7的因素 11跟13 所以 這邊 11到13的倍數就變成可以整除了 這樣整個整除就是可以到84個 大概超過1 3 這個是告訴各位 當你的 PL跟clock 必須 搭配某個IP 而那個IP是非常重要重點 你必須 達到精準的頻率的時候 你就必須 加入這樣子的調整設定 以這個例子就是各位現在看到 可以提升到1 3以上都可以整除 各位也許好奇我這個表字怎麼做出來 其實一樣也是透過Excel 我有把公式寫在左下角這邊 就是用 if再加上countif 把這個最終數值列出來 這樣有超過1 3 所以這次告訴各位 以這張ADC這個圖來看 如果只有單單一個除數的話 感覺上 有256個變化可以使用 但是 你真的 實際除出來 要得到整除 其實是很有困難的 接著我把PL跟Divide做一下整理 所向環主要用於提升時鐘的頻率 也就是背頻器 我們只要指定m跟n的數值就可以得到相應的輸出 剛剛有提過m跟n通常都不可以是0 尤其是n不能夠是0 所以大部分的要求都是n要大於0 而且m要大於n 這個狀況 就是你填進戰爭器的數值 還要再加1才是最終的數值 如果你的bit數越多就是越好 這是很明顯的 PL輸入端可以依照需求更換合適來源 這個需求通常是頻率 如果我們剛剛的USB為例 通常就會用12或24M 如果你要用在 Ethernet可能選擇25 也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另外一個則是功耗 如果你要切到 PowerDown Mode的話 也許你會切到32768 也就是RTC的clock 這樣子會比較省電 對PL來說 你的輸入端是可以調的 不同頻率的所向需要不等的時間 判斷的依據是鎖定起標 PL的設定之後 它能夠達到Face Lock 是需要一段時間 也會跟你的輸入頻率是有 相關 一般的做法就是會檢查 你的一個起標 這個起標是PL會提供給你 各式周邊可透過除法器取得所需的運作頻率 多數周邊要求精準的頻率 譬如說UR、Audio、USB、ADC等 這表示你必須整除 其餘必須留意不得超過其所能運作的上限 因為以I2C、SPI或CPU來說 不一定要整除 你除出來的數值 只要接近就可以 譬如說I2C 可以100或400K 其實你I2C 最後除出來是350、360、37都沒有問題 因為它有自帶clock 同樣SPI也是一樣的道理 不一定要到 到達它要求的數值 對於這類的 IP來說 它的要求是你不可以超過它的上限 譬如說I2C你就不要超過400 SPI不要超過上限,目前可能是20、40或100 現在有些裝置已經可以跑到100MHz 這是非常快的速度 早期大概SPI跑到10MHz就很嚇人了 IP僅提供除數的N 其頻率的變化有限 當你的誤差過大時,你可以透過檢視整個clock tree的路徑來找出可供使用的 額外因子,這我們剛剛也做了,就是我們可以往前 往前找 它的clock tree前面還有沒有其他可以 來做除數的部分 這樣子你才 可以擴大你的計算 的基礎,因為你有更多的 因子可以去調它 最後提醒各位Excel可以提供 規劃求解以及LCM GCT,也就是 最小公倍數,最大公約數的快速試算 Double Buffering 在物料管理上有一個簡單好用的方法,叫做2Beam System 這個系統主要是針對一些簡單的零組件 譬如說螺絲來設計的 以螺絲來說 工廠一開始買入2桶螺絲 接著打開1桶螺絲 開始使用 使用者就從右邊這邊開始把螺絲取出來 任何需要的人都可以從這邊把螺絲取出去 不用特別去登記 如果你拿太多了,用完 多出來再把它放回來就好了 只要需要都可以從這邊拿出去 因為螺絲 這個 簡單的物品不需要特別的去計算,也不需要特別的登記 因為你花額外的精神去 去記錄這個,反而是浪費錢 當你的螺絲快要用到見底的時候,請注意在 2Beam System裡面,一定是一桶用完才開另外一桶 所以 即使這邊只剩下一點點,也不要急著去開另外一桶 這樣子有一個好處就是 舊的料一定是先用完再用新的料 接著如果這一點點也用完的時候 當 第一桶用完的時候,這是一個重要的觸發點 這個觸發點就要通知相關等等,可能是組長,可能是負責物料管理的人員 他要做的事情就是要 趕快下order,去下同樣的這個螺絲,再去買一桶進來 請注意這個order是下給外部的廠商,而不是 跑到餐庫去把另外一桶拿出來 如果你 你倉庫裡面有非常多的螺絲,這樣表示你有很多的庫存壓力 2Beam System就是會讓你的庫存壓力最多只有兩桶 這樣是有好處,可以讓成本降低 總之 這個order要先下出去 給外部的廠商,而不是內部的某個人 因為在你的工廠裡面,就真的只有這兩桶而已 這個order下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另外一桶打開來用 打開來用的時候,這個時候就會出現一個狀況 這個2Beam System只剩下一個Beam,只剩下一桶在使用,因為剛剛那桶已經用完了嘛 我就可以把它拿走了 所以 對2Beam System來說,很多時候你會只有只看到一桶東西而已 但是只要你的計算正確 你這桶還沒用完之前 你所叫的料就會進來 所以又回到2Beam System 所以在2Beam System裡面 通常 很多時候是 會有一桶新的,也有可能這桶新的還沒有進來,但是 可以確保的就是 你這桶還沒用完之前,這個 另外一桶就會 就會在你的計算時間內就已經先進來了 這個就是一個簡單的2Beam System 這個在工廠非常常用 這個2Beam System 凸顯了兩個重要的 內容,第一個是 一個使用中,另一個備用,或運送中 這個很明顯,剛剛已經說過了,一個使用中,另外一個是備用 這個備用也可能是還沒有進來 像 這個狀況已經進來的話,這個就是屬於備用 但是如果還沒進來,那就是運送中 這樣子的概念在我們的IT系統也是非常常見 例如在 Streaming Play的時候,我們通常都會選用兩個Buffer以上 一個Streaming Play,就是一個 用來下載,另外用來播放,這是在 我們串流播放的時候,非常常用的 兩個Buffer的狀況,通常 很明顯的就是,它可以分開Input跟Output 這樣的話,就可以讓Memory Resource的Access 是可以分開 如果我們就技術面再講的細一點的話 這樣子的分隔就可以讓 DMA跟CPU可以同時工作 這個Simultaneously就是指 DMA跟CPU可以同時運作,因為我們把Input跟Output 給分開了,所以 這兩個Buffer都可以一起來工作 2pin system 所凸顯的另外一個重點就是 容器的大小,需足夠支撐到另一批的到達 以剛剛的例子,我們用到剩1分之1的時候,另外一桶就到達了 但是如果你的容量設得不好的話,有可能這桶已經用完了,東西還沒進來 雖然 螺絲是一個小小的東西,但是你缺了它,你的生產就會停擺 所以這個也是不容小覷的 因此對於設計的人來說 你的容器需要根據你所使用的 零件,譬如說螺絲、螺帽 或者是膠帶,你要去考量你的使用量 以及 廠商送達的時間 它的lead time要有多少 所以 要考量的東西還蠻多的 總之理想的狀況就是 在這個2bin system,你只要算好 標準的容器大小,這個系統就可以正常的運作 當然這樣的概念在 我們的IT系統也是常常使用 剛剛提到的串流播放 同樣的,它需要考量使用體驗跟頻寬耗用,這個一樣就是跟 我們的那個buff大小是有關,我們來舉個例子 我們如果在YouTube聽 或看影片的時候,我們 不希望看到這個 轉圈圈,轉圈圈代表 你的資料還沒有來 如果你不希望轉圈圈,當然可以把 整部影片都下載完,再開始播放,這樣一定不會轉圈圈,可是這樣的話使用者就要等很久 這樣子的體驗就不好,所以我們一般會希望 一邊播 一邊下載 如果一邊播一邊下載也沒問題 一般我們可能會想我的buff越大越好,這樣子 我遇到這個轉圈圈的 機率就會降低,但其實 Buffer不是越大越好 例如我在一邊看的同時 整部片子的下載都下載了,但是我只看了一分鐘,你把整部都下載了,譬如說整部是一個小時 使用者可能看了一分鐘就不想看,他就打叉叉離開了,這樣子你 後面下載的59分鐘都是多餘,這樣就是浪費頻寬了,所以這邊告訴各位 即使在創流,即使在電腦,你的資源非常多的狀況下 你把buffer設得越大,不一定是越好 這個除了要考量體驗之外,也要 想到頻寬的耗用是不是會有浪費 所以這個是跟 剛剛2pin system要去計算size是一樣的 另外 對於指定速率的應用,譬如說Audio ADC,它的緩衝區大小就要精準計算,來維持正確的播放或擷取頻率 剛剛提的這個 串流的例子,你的buffer設的大一點小一點,其實沒有太大的差別 有時候大一點就是耗用,小一點有時候就會有 轉圈圈的風險 不過對於某些 固定的速率的應用來說,這個緩衝區的大小就必須計算到剛剛好 你太大太小都是浪費 這個緩衝區的計算 就要根據你現在所要求的 播放率或者是conversion的rate 來 設定 這樣子 你的運作上才會非常的正確 其實在double buffing的應用上,最常用的是在顯示,我們舉就是 驅動螢幕的例子,如果你的LCD是60fps的話 這樣 在大部分狀況下,我們都會使用 雙晃充區的機制,來避免 內容更新過慢時,造成視覺上的閃爍或破裂感 Double buffing在所有的顯示,都已經應用很久了 這個是非常常見的例子 另外這個指定速率的部分也是常見,我們接下來會針對 指定速率就ADC跟LCD的更新 Double buffing來做進一步的說明 首先我們來看顯示的部分 各位現在看到的TFT LCD,它是 薄膜電晶體液晶顯示器的縮寫,各位可以對照這個顏色 如果你要把 這個Display顯示東西出來,要討論對的東西非常多,我們簡單的來說就這兩項 第一個是有一個LCD的controller,它會把資料 丟給LCD的Driver IC 接著這個Driver IC就會驅動這個 液晶LCD,這樣東西就會顯示出來 請注意這兩個東西都是Hardware,都是一般都是用晶片的方式做成,這個Driver不是軟體,這是一顆 Driver IC,它這個Driver IC主要是可以驅動 你的 液晶薄膜上面的 電晶體可以 顯示顏色出來 在大部分情況下,這個LCD的Driver,通常會做到這個LCD裡面,有時候又稱為LCM,所以 許多的情況下 我們只要專注在LCD的Controller就好了,LCD的Controller直接就可以接到 LCD 的這個 接頭,接頭,或者是你的Pole角 對於LCD來說,它的控制端就是CPU CPU 一開始 需要對這個LCDController做一些設定 大部分的LCDController都可以支援不同的螢幕,大的,小的,寬的,或者是 顏色的深度不同,24bit或16bit等等 因此對於CPU端來說,一開始就要做一些 基本的config 記住 這邊提到的config,其實是config到LCD內部Controller來 但是是由CPU下給它的 簡單的設定包括你是16bit、18bit或24BPP BPP就是bit per pixel的意思,一個pixel有幾個bit 例如 我們常用的16bit,就是會用565 然後如果你希望66的話,就會設成18bit 如果是全彩的話,就會用24bit,就888這樣子 簡單的設定就是包括BPP,resolution,寬度高度,還有 clock跟timing這些設定,這些都是 一般初始化的時候要做的事情 做完這個初始化之後 接下來 LCD在正常運作的時候 通通都是從frame buffer這邊來著手 frame buffer就是 簡單的概念就是 在RAM裡面 配置了一塊區域,這塊區域我們一般就稱為frame buffer CPU可以對這個frame buffer裡面填內容,如果你把它全部填0的話,對LCD來說 多數來說就是整片 螢幕都是黑的,如果你全部填FF 整個螢幕顯示就是整個白的,總之 我們對frame buffer填內容之後 LCD的controller 就會把frame buffer的內容抓進來之後,直接填到右邊去 至於LCD的controller,它會用什麼方式抓?各位應該已經猜到了 就是不意外,就是透過DMA LCD的controller會根據 這個LCD它的刷新率,譬如說它如果是60fps的話 那麼 這個LCD controller就是每秒鐘會抓60次 抓60次更新 也就是 16.6ms左右就會刷新螢幕一次,每秒刷新60次 在這個狀況下,即使CPU沒有對frame buffer做任何的寫入動作 這個DMA還是會一直進行 這就是LCD controller不斷做的事情 由於LCD controller不斷的做DMA刷新 所以如果CPU也同時更新FB0的話,這樣有時候就會造成 畫面上的破碎 尤其是 當你填進去的內容在計算上比較困難的時候 就會造成 我填的區域跟DMA剛好要抓的區域 就重疊或者是說Overlay到,這樣螢幕上就會有破碎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呢 簡單的做法就是DoubleBuffer 也不能說簡單 就是 幾乎所有的 LCD這樣的控制都會用 DoubleBuffering的方式來做 這個方式就是 當CPU需要更新複雜的畫面內容的時候 他會將內容寫到另外一個frame buffer 這樣子就不會跟 LCD controller去SSDMA Overlap到,這樣子就會分開input跟output 以這個例子,目前FB1是作為input 而FB0是作為output 而這個output就是LCD controller會 透過DMA不斷的抓資料去更新畫面 當 CPU把FB1的內容更新完之後 他只要把 FB1的起點 透過configure再設給LCD的control LCD的control就會從這邊再開始抓資料 其實這個 所謂的換位置就是 更改DMA的起點而已 對於FB1的起點來說 其實就是DMA 他要去抓資料的起始位置 DMA要抓的寬度高度 就會跟你剛剛設的resolution 跟你的BPP有關 所以這 簡單的就是一個2D的轉換 這樣子而已 但是對於目前大部分的系統來說 切換framebuffer 是可行的 但是大部分系統 不喜歡做切換buffer的動作 他不想去更改DMA的起點位置 在這個狀況下 Double buffering 也可以這樣子用 就是 當CPU更新完 FB1的內容 他直接在拷貝到FB0 這樣DMA的位置就不用更改 各位可能會好奇 這樣子就不會有衝突 其實這個 不會造成衝突 原因是因為 這個拷貝動作是非常快速的 更新會慢 會造成破屏 是因為你的計算上會很複雜 你有前景 你有好幾個視窗 每個視窗有前後堆疊 你要去考慮 前後的順序 那個zorder 這樣畫起來會比較麻煩 但是 單純的把FB1內容拷貝到FB0 這個是非常快速的 這個完全不會造成任何的影響 因此在目前大部分的系統都是採用這樣子的做法 但是我要強調 你如果要把起始位置更改 這個也是可行 因為所有的controller都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做法就是既然我可以用這樣子拷貝的方法 我就可以在我的RAM裡面 create更多的framebuffer的temp 譬如說我這邊就create另外一個framebuffer的temp 接著我就可以做這樣子的運作 譬如說我從這邊拷貝到這邊 再從這邊拷貝到這邊 這個為什麼要拷貝兩次 我來做一個簡單的例子 各位應該有玩過Super Mario 年輕一點可能沒有玩過 簡單來說 在這個Super Mario裡面 各位應該有發現 這個畫面是左右移動的 它的背景其實是固定的 會動的就是這個人 還有這些怪物 走來走去的 另外這個背景的部分 有很多也是固定的 以Mario的這個橫軸來說 它的 很多內容其實都重複 譬如說你看 Mario底下這個磚塊 這個磚塊是一塊塊疊起來 這個地磚 一塊一塊 他只要有先建一個 一塊地磚的模型 接著 他就可以重複把這個地磚畫出來 另外各位看上面這個雲 這個雲跟上面這個雲也是同一個 同一個icom 所以他不需要 把整個畫面 重新用一張圖來 存檔 因為這樣size就會變得很大 另外你看這個問號磚 這個問號磚 1234 其實都是重複的 因此 對於Mario這樣的運用來說 他可以先利用 CPU把整個背景先繪畫出來 所以各位有沒有發現我這個FB TEMP 比較大 他 比實際上你畫面可以容納的size 還要大一點 這個就是 可以一開始就把整個背景都畫出來 接著 根據你人物目前在的位置 你再把 相對應的這個背景的位置 先拷貝到FB1 接著在FB1再把前景會動的人物加上去 譬如說Mario 還有這個 小怪物 都加上去 最後再把 資料再copy到FB0 現在各位看到這個螢幕上的所有內容 就是FB0所呈現 不過他的來源就是分兩段 一開始在載入遊戲的時候 他先把整個背景 先把它 處理完畢 這樣子就可以減少 非常多的計算 因為 如果你每次都 把背景重新計算 會花時間 所以 整個背景先做完之後 在FB1 把背景再套上你的前景內容 最後再 Copy到這邊來 也許各位會想說反正我RAM夠大 我就整個背景弄成一張圖 其實不然 各位注意看 在Mario在運動的時候 各位有沒有發現這個問號 是可以敲的 這個問號 還有這個問號 這個磚都可以敲的 所以 實際上這些物件在 這個螢幕上的什麼位置 他是要有 仔細計算的 而不是他真的是一張背景圖 不是 真的背景圖可能就是後面這個小三而已 這些小三可能也是重複的畫面而已 有些這些物件 都是必須後面再套上去 所以這個狀況底下 你就要利用我剛剛提的 就是先有背景 再加上背景套前景 接著再把最後畫面呈現出來 這樣的運作 在這 以前2D的時代 是 非常常見的做法 而且 更深一點的話會有 兩層的背景 三層或四層的背景 這樣子的運作 其實這個概念都是很簡單 就是double buffering 所以這個是 在顯示方面 非常常見的一個用法就是 我剛剛提的這個double buffering 談完double buffering 接下來我們再來談固定的 譬如說我們剛剛提的ADC 各位現在看這個波形 這個是random的波形 我們可以透過ADC把這個波形的內容抓進來 ADC就是一個把Analog訊號轉生Digital訊號的 一個controller 他把資料抓進來之後 其實大家也不意外 就是透過DMA把資料抓到RAM裡面來 他的方向跟剛剛LCD剛好相反 ADC是透過DMA把資料填到RAM 剛剛的LCD地址是從RAM把資料抓出來 總是方向不一樣而已 對於ADC來說 你一旦設定 你的轉換率之後 DMA就會不斷不斷的把資料丟到這個buffer裡面來 當資料已經填滿之後 就是要交給CPU來處理 CPU怎麼知道填完了呢 ADC通常在資料填完 DMA做完之後 會發一個中斷給CPU 所以CPU這個時候就可以 從buffer裡面把資料抓出來做處理 對於ADC這個DMA來說 通常的情況下 如果你執行burst mode的話 DMA一做完之後 還要繼續把資料抓進來 但是我如果接下來還要繼續抓資料 我不可以填到同一個buffer 因為我剛剛才通知CPU要去處理這個buffer 如果我立刻又把下一筆資料填到這個位置的話 這樣子的話就會跟CPU吵架了 我一邊填他一邊抓 可能我填進去的資料 是CPU都還來不及抓的資料 所以在這個狀況下 ADC一旦通知完DMA 通知完CPU之後 他接下來就不能 把資料放在同一個buffer 所以這個時候最常見的做法就是 我會再把資料填到另外一個buffer過來 這樣子CPU在抓buffer0的時候 我DMA還可以繼續運作 把資料填到另外一個buffer 當然如果 我這個buffer填完之後 我就要再切回 原本的這個buffer0來 做 在這段期間 CPU理論上是必須把buffer0的資料全部清空 因此在這個操作過程中 以ADC的DMA來說 他就會不斷的在 buffer0 跟buffer1之間切換 當他buffer0填滿之後 他就會切到buffer1去填滿 buffer1填滿之後他又再切回buffer0 每次 每次填滿之後當然就會發中斷給CPU CPU就要在 下一個buffer被填滿之前他就要趕快把它全部處理完 所以 以這個例子來說這個buffer的size就要配合你現在傳進來的更新率 這個更新率就 跟你使用者所需要他轉換 多快的速度以及每次 轉換多少筆資料 這個buffer加固定大小就好了 太多太少都不需要 所以這就是典型的兩個例子 左邊就是 LCD 在刷新螢幕時候 所使用的double buffer 右邊是類似audio或者是ADC 這樣子的方式 所使用的buffer 我們這邊是ADC的例子 其實ADC跟codec是非常像的 當你在錄音的時候也是大概是這樣 錄音的時候先錄到一個buffer 接著 你錄音是不能停的嘛 你要繼續錄的話你就切到 切到前一個buffer繼續錄 CPU就把剛剛錄的資料趕快存起來 就是這樣一直交替 所以這就是 兩種 典型的double buffer的應用 接著我們就再來看 ADC 實際的控制 首先我們看到ADC的控制 的規範他提到了 這段話 在這段話裡面我們看到了幾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他是12bit的ADC 第二個是他這邊提到他有8個pull 有8個pin可以做 最後一個是這個200kHz的速度 所以我們把 這三個重點趕快記下來 12個bit 有8個channel 總共是可以200kHz的速度 200kHz已經算快了 但是 對於scope的運用來說這個還是太慢了 以I2C來說 I2C都到400k了 不過200k還是夠啦 如果你要做 Audio的錄音 8k、48k、96k 這都是夠的啦 但是這個12bit乘8乘200k 這個是 有一點小小的陷阱 如果我們把 實際的內容再攤開來看 我們就會發現 第一件事情 他的這8個pin 其實是透過多工配給的 他的內部實際上只有一個ADC 只不過他透過多工器 對外輸出成8根pin 所以他實際上只有一個而已 然後分給8個使用 接著你再細看 規格裡面你會發現這200k就是 ADC所能接受的最高頻率 在規範裡面有提到 ADC的200k轉換率是針對內部的那個IP的 因此如果你分配給8個pin的話 最多也只有200k 因此我們把 這個 實際的規格再做一下整理 就是各位現在看到的這樣 一樣是12個bit 這個沒有錯 但是你最多只能夠 1乘以200k 或者是8乘以25k 因為他是平均分配的 知道這個規範之後我們來做一些簡單的計算 試算 剛剛提了 他的全速轉換 是可以 如果你是一個的話可以到200k 12個bit 我們就用這個全速轉換來計算 如果是200k 他對應的就是5個microsecond 我們來 看看這樣子的速度底下 200k不快嘛 我們來看看 在MCU下運作他 所需要的資源 跟他的 他所需要的performance 首先我們如果用單次轉換周期來計算 就是每次 轉換之後發一個中斷 這樣的話就是每秒會觸發20萬次的中斷 這個是很嚇人的 所以 顯然我們是不可以這樣子做的 20萬次中斷 這 太多了 而且 特別注意我們這顆MCU是跑在120MHz 1個microsecond他只有120個cycle的 Clark可以用 這樣子計算 在上部的這個狀況下大概只有60個 instruction 就60個指令可以執行 5個microsecond就是 60再乘以5大概只有300個指令 你的 中斷周期是不是可以在300個指令內做完 即使能夠做完 對整個系統負擔也是非常的大 接著如果我們以兩個byte來儲存他的輸出的話 兩個byte是因為他是12bit 12bit超過一個byte的 寬度所以我們一般會用兩個byte來儲存 如果以這樣子來儲存的話每秒需要 兩個byte乘以200k 這樣需要400kbyte 400kb 400k很嚇人 一秒鐘就要400k 一下子就把整個MCU內部填滿 這顆MCU內部的S-RAM Total只有64k Total 特別強調 Total只有64k 所以根本不用一秒 立刻就把它填滿 所以 200k看似不大 但是 如果你把 你用全數來轉換的話 一秒鐘就需要400k 這樣子MCU有辦法做嗎 MCU整顆 內容也只有64k而已 接著是clock的部分 我們提到ADC在轉換的時候 你要正確的轉換率 你的頻率需要除成正確 以burst來說 他需要64個clock 就除以64 這個時候如果是在200k狀況下 你需要除出來pclock的除頻是12.8MHz 這個要精準 這樣子 你才可以達到這個值 另外如果在single模式下的話 他的clock需要更多 是65 65狀況下 你需要的clock是13MHz 這個一樣你要除到精準 所以 這個是我們剛剛的 試算 首先 你的中段次數非常多 你需要的 空間非常大 接下來你的除頻 也很難除得準 這個是我們接下來要面對的挑戰 挑戰雖說但是一定做得出來 所以 當你在做ADC高速轉換 程式實做的時候 你要用哪些方法呢 首先我們先來看 clock的部分 為了提高pclockADC的頻率範圍 我們必須將clock tree的前級來納入 前級的部分剛剛提過了 我們跳過去看 就是在這張圖裡面 以ADC本身來說他的clock只有這個8個bit 可以除 如果我們使用預設值的話這個值 他會 用除式的版本 因此 我們在寫driver的時候要把前級纳進來 一般來說我們driver會針對這個IP來做 例如以ADC來說 我希望我控制的 除頻部分就是這個ADC本身的除頻 不過以這個例子來說這邊太weak了 因為 我們剛有看過他的能夠整除的數字真的太少了 因此我們必須把前面也納進來 如果不納進來的話他的range又更小了 在這個狀況下我們只能夠納到這一集 如果你要再往這一集也是可以 我剛剛也給各位計算過了 你如果再往這一集可以做到這個 譬如說剛剛這個108108這個部分 甚至你再更往前一集都有可能 不過以我們今天的demo來說我只往前到這一集 這邊是告訴各位說 在實際的driver部分 通常我們都會針對IP本身來做 在IP以外的東西我們通常不會特別去 去干擾他 但是在 某些應用來說是必須的 以這個例子來說這個clark tree你前面這邊可以用 這邊可以用 這邊也可以用 但是我們今天的demo 只做到這個部分 不過已經也是跨出 這個IP以外了 這是第一點 我們要提到了 就是我們會將clark tree的前級也納入計算 第二個是我們會使用burst mode 就是dma來降低縱端的次數 我們最大會設成差1k 並且我們會用double buffling 這個我們剛剛也提過了 就是我們會用這樣子的方式來做 我們會透過dma就是burst mode來做 並且我們會設定這個dma 因為burst的最高量是以1M為限度 以1M為限度 如果你200k的觸發的話 那麼我buff就要在1ms裡面 要做200筆資料 我是用這樣的方法來計算它 所以這個方法就可以解決了 我的中段次數以及我儲存的量 因為1秒鐘的量太大了 所以我的dma是以1ms為單位 1ms的話 你的資料量就會整個降下來 雖然我們以雙網送的方式來進行是ok的 但是 你 得到的量也還是蠻多的 這樣的話 我的內部還是沒有地方可以儲存 所以我們現在的做法就是 我們會將轉換後的內容直接輸出到 UR0也就是console 在這個狀況下 它的maxima輸出就是1ms 然後有200個item 這個1ms200個item 其實對應的就是 剛剛提的這個200k 因為這樣乘起來就是對的 我們的 簡單的實作就是 把 1秒鐘太多了 我沒辦法負擔400k 但是如果我把 把這個 間隔變成是1ms的話 那麼這400k的量就會 降到變成400個byte而已 我們就是用這樣的方法 而且我如果double buffer 也才 也才800個byte而已 這樣對MCU來說就有辦法負擔 這就是我們 在實作上所採用的方法 層次範例的部分 我們今天會新增一個 ADC01的層次入口 各位看一下右下有夾這個圖 我們的ADC輸入就是從這個 這個角 叫做p1.31 這個pin 他是 AD5 就是第5個pin角 這個pin的輸入外部就是一個 3.35 這個可調電阻 這是一個22k 然後對這個電容 因此這邊的輸入就會是0到3.3v之間 對應到12個bit之後 各位可以看一下左上角 我們的AD5輸入在p1.31 ADC12個bit 因此他對應的range就是0到 FFF 就是4095 0對應的就是0v FFF就是 如果你調到最高就3.3v的時候 就會對應到4095 所以這是我們 層次目前 所鎖定的pin角在這裡 在頻率的計算部分 除了ADC本身的8bit divider 之外我們也會把前級拿有這個 剛剛已經提過了 我們會啟用DMA 以burst mode來觸發 接著由使用者設定觸發週期 觸發週期 最小是1ms 最大可以到200ms 而且我們會設定觸發量 1到200 最高的轉換率就是200k 就是設1ms 200 這樣的話就是 1ms 200 就200k的量 緩衝區的大小 我們會取最大就是 2b乘200 這樣就是400 400 那因為我們要double buffering 所以我們會有兩個 800個byte 這樣的話800對MCU來說 就是可以啦 不到1k DMA就會交替來使用它 這個我們剛才也 在簡報裡面有提過 因為資料量其實還是蠻大的 1ms 400個byte 我們這個 資料就直接 同步就透過console丟出去 但是console目前是設成 460800 就460k 它仍然有傳輸的上限 所以 每個minisecond 其實從console丟出去 仍然不能超過46個byte 這是告訴過各位 console的這個頻觀 已經算大了 它有460k 但實際上 每個minisecond來看的話 它最多也只有46個byte 可以丟 所以這個是在 傳輸上面的限制 我們會搭配前次的範例 可以將 Aout連接到AD5 然後同步觀察 示波器中斷機的輸出 我們的前一個demo是DAC 我們今天講的是ADC 我們會把 前一次的DAC 也就是懸波的輸出 直接拉到AD5這個pin 就這個pin 接在一起 接著我們就可以利用ADC來抓 懸波的資訊 接著我們就來看程式 提醒朋友們 學習沒有捷徑 你必須認真的練習 基本的練習可以幫助你融會貫通 不斷的練習能讓你更上一層樓 GoGoGo GoGo 我們先介紹今天的城市入口 叫做ADC01 我們來看他的Initial部分 我們對照左邊的Spec Spec告訴我們第一洞我們要把他的Power啟動 我們跳過去Power的部分 我們會發現他的Power是在bit12 各位可以對照右邊 我們啟動的就是bit12的這個部分 接著我們再回到規格這邊來看 在第一段的部分他有提到一個 就是ADC在 剛開始的時候是Disable 我們必須先把它啟動之後 我們才可以操作 另外一個操作的bit 這個bit是在 PCADC的正存器裡面的 第21個bit叫PowerDown 如果我們設1的話 正常運作 如果設0的話就會 执行到PowerDown 在剛剛這段 描述裡面是告訴你 你的順序不能搞錯 你一定是先啟動Power之後 接著才能夠操作這個PD Underbit 我們目前在程式碼裡面也是這麼做的 我們會在前面先把Power啟動之後 接下來我們在後面 的這個地方才會把 這個PowerDownbit 切成0 也就是讓他正常運作 如果你在離開的時候 這個順序必須是反過來的 如果你沒有 照這個順序是會有問題的 譬如說我們在199行這邊 首先是先把PowerDown這個bit拿掉 接下來才把Power移走 這個順序不能夠 相反如果你相反的話 你的 PowerDown這個bit操作就會無效 所以各位一定要注意 這個順序 另外我們在寫MCU的Drive的時候 通常不會特別處理卸載的部分 我們的課程裡面都會把卸載的部分寫進去 這個也是告訴各位有這樣的習慣 即使你的 實際運作可能不需要執行卸載 但是你把它 把它寫進去 未來 你如果在更高階的平台 譬如說Linux 的部分寫Driver的話 這個 Initial跟卸載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這個是順便一提 我們再回到我們的程式這邊來 我們下一動就是要調整clock的部分 clock這邊有兩個部分 一個是Pclock Select的部分 這邊的clock選擇是在bit2425 這個是我們剛剛簡報裡面有提到的 現在各位左邊看到這個是 是對應到右邊這個圖的preval clock 這是屬於系統端 如果你不特別去調的話 它預測是除以4 各位可以看一下左邊 這邊的 Default Reset之後它是00 如果是00的話對應的就是除4的版本 我們這個部分不會在 初始的話這邊就先調 我們回到程式碼 各位可以看 我們在這邊 並沒有做先調 我們只是先把它 的這兩個bit先把它清掉 因為我們要配合使用者帶進來的數值 再做實際的調整 另外一個左邊這邊 對應的就是一個 它的clock divider 這邊是bit8到15 它總共有8個bit 就像我們剛剛在簡報裡面提到的 所以我們目前是有 會調這兩個 一個是上面這個preval clock 一個是clock divider 我們 簡報裡面有提到 如果你真的需要的話 其實你還有更上一層 這cpu clock還有更前面的pl 是可以調的 這次告訴各位 整個clock tree都是你可以去操作的 只不過大部分情況下我們都focus在IP本身 就是像 各位現在在底下看到的 我們 在程式碼裡面我們先來看我們是怎麼做的 我們會根據使用者帶進來的數值 我們去算出 實際上我們需要的walking clock 這個walking clock對應的就是我們現在在這張圖上看到這個地方 這個walking clock如果正確的話 正確的話 右邊的轉換率就是 會是我們所需要的 所以這邊算出來walking clock就是preval所需要的clock 我們根據這個clock去算出clock divider 再來計算我需不需要往前調 前面的這個是 前面的這個是pclock select 就是我們剛剛提的那個preval clock 這邊可以 可以除2除4跟除8 接著最後我們再把最終的 這個clock divider 也就是左邊的這個clock divider算出來 我們再把它填進去這邊 這樣的話我們就會得到一個正確的值 但是 這根能不能整除還是一個問題 等下還會特別再提到 我們再回到我們初始化 的這邊來看 做完clock之後就要做pin select 我們這根腳對應到的是pin pin select 3 所以各位對照一下右邊的 神絲碼 這邊已經講過很多次了 所以我大概帶過就好 我們先把它設定成function 就是 AD05 接著我們會把pullout pulldown全部拿掉 這個function pin 不可以有任何pullout pulldown 接著我們再回到左邊來 做完clock pin腳之後就是設定interrupt 在interrupt的部分他有很多可以生 因為他有8組 我們目前是在AD5 所以我們要對應的就是這個bit5 就各位現在左邊看到這邊 我們在看右邊的程式 當然我們就是 在initual的時候只 操作這個bit5這個部分 操完bit5之後我們接下來會設priority 因為我們會設定 interrupt handler 這個handle各位注意因為我們 接下來會用bluster mode會帶 DMA所以我們的priority 一定要比DMA高 所以各位可以看一下目前設定的priority 是比DMA在少一 這樣表示說 我的priority比DMA高 我在運作的時候 DMA 可以被我插斷 這個是非常重要當 DMA為你服務的時候 我的master端就是我的使用端 優先權一定要比他高 為什麼這麼說呢 我們切到我們的 韓式庫這邊來看 這邊只是先跳過來讓各位看 這個是一個handle 就是我們現在ADC 中段來的時候我們做的事情 各位有沒有發現我們會在這邊 啟動DMA的 相關作業 而且在 第47行這邊 第47行這邊我們會把DMA做啟動 各位注意喔如果我的priority比DMA低的話 那麼你這行一啟動之後DMA就會先 就會開始運作 變成說我這邊還沒做完DMA先啟動 所以這個是告訴各位 如果你有主重關係的話 你的主人的priority要 一定要高過4重 就是以這個例子來說ADC需要DMA的 幫忙那麼ADC的priority 大部分情況下就是要比DMA高 比如說各位再看一次第47行 我設完這行之後我會整個 Handle的都 Return之後DMA才會接手 因為我的priority比他高 所以這個這邊是 附帶一體這個priority的部分各位要注意 大部分情況下就是我剛剛提的 Master端 的priority要比較高 接下來我們先把一些 先把這些pending的 都把它先關掉 底下會做DMA這個我們等一下再回來看 我們再回到左邊這邊我們Intra設完之後當然 最後就是要設DMA DMA的部分我們切過來看 在這顆MCU來說他的DMA ADC固定是在channel4 就是他第4個request line 這邊 各位左邊有看到 我們在Initual的時候也是一樣 我們在這邊 所使用的我們跳過去看 這邊就是 第4個request line 這個就是在目前MCU來說他是固定的channel 各位可以左右對照一下 他是固定的所以我們就直接這樣子使用他 這邊的Initual動作 就是把 來源設成是在我們的preflow 就ADC的部分 我們的目標是一個DRAM的位置 這個DRAM位置 我們在 等一下會來談我怎麼怎麼配起他 接著有一些config的動作 這邊的設定 在等一下我們DMA 中斷被觸發之後還會再設一次 我們等一下會回來回來看 但是大部分設定都是一樣的 底下這邊是剛剛clock 我們剛剛已經 看過了 接著在 往下的話就是 有一些debug的訊息 我們會在這邊運出一行 我們程式開始執行 我們在 程式運作的時候我們會帶入csi的部分 這邊有各位有看到這個cursor 這些 這個csi的部分是我們等一下 在console輸出的時候 會讓我們顯示的位置 按照我們所想的來輸出 各位可以再回頭看一下 我們這邊有一個 簡單的網址 說明 各位有興趣可以上這個網址 我有打開來給各位看 這個是在 維基百科裡面的這個網址 我們會使用csi 來操作 你可以把你的游標 隱藏然後調游標的位置 我們實際 在等一下操作的時候各位就會看到一些 位置都會 按照我們所想的輸出 所以這個是 有興趣你各位可以再看一下這個csi什麼操作 我們的基本運作就是 我在 一進來 程式碼的時候我會先把目前的游標位置先 記住 所以各位看一下這行 166行這邊 我們會把游標 游標 的位置記住 同時我會把游標隱藏 把游標隱藏是因為我們會重複的刷新一些 訊息 如果你游標有出現的話就會有閃動的狀況 所以 我們會做這件事情 接著我們在每次 列印的時候我會再把游標的位置回覆 所以這個是 最後我游標的位置先存起來 接下來 只要我每次在顯示的時候我就會把 游標的位置先回覆 所以我們會在這邊先做一個游標回覆的動作就是 各位現在看到右邊這個這個是 Escape8這個會把游標回覆 這是 我們在CSI部分 各位如果有興趣 可以自己回頭看一下這個CSI的說明 接著我們就會 正式把DMA啟動 正式DMA啟動我們會先 Hook一個我們自己的Handler 接著就把DMA的相關參數啟動 接著我們就進入 主回圈 目前程式的分工是這樣 主回圈是跑在StraveMode 這邊主要就是負責把所有 資料輸出 出去 至於資料的輸入是由Handler自己來處理 我們可以跳到Handler這邊來看 Handler這邊是 根據使用者設定的 參數來把資料不斷的抓進來 使用者設的參數有 幾個 我們在程式码一進來的地方會做我們先 直接先把Handler看完 Handler一進來之後我們會先做判斷是不是我 如果是我的話我第一動是先把我的起標關掉 接著呢我會切換 Switching 我會切換Double Buffer到另外一個位置 所以這邊就是做一個簡單的Toggle 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就是有兩個Buffer 我 每次進來我就切到另外一個 每次進來就切到另外一個 至於切進 至於拷貝進去的內容就交給剛剛那個Strave的 主回圈去處理 接下來我們會再把DMA再重新啟動 這邊重新啟動的內容 其實跟剛剛都 寫的內容都一樣 比較大的差別是說我Config的部分 Config的部分我只 最後因為剛剛已經設過了我最後只需要把這個bit0再把它啟動 之後就可以了 各位可以對照一下我們剛剛的那個部分 我們切到下面去看 Initial跟剛剛那邊是 其實是一樣的 只不過 我們剛剛的Config這邊有把 完整的內容設出來 但是在DMA那邊我們只要再把 重新啟動那個bit再設起來就好了 所以我們再回到我們的handle這邊來看 這邊做的事情就是非常簡單 那底下這邊是處理error的部分 目前 如果沒有error我們就不需要特別去提他 在48行這邊會設一個 Wakeup的Thread 我們做這行48行之後就是會讓主程式 行過來 對 DMA的handle來說 一旦啟動之後他就是 每日每夜就是馬不停蹄的一直在做這個轉換的動作 每次轉換就會切換 每次叫起來就會切換他填進去的位置 每次填完之後就會透過第48行來 呼駕我們的主程式 我們的主程式在 底下這個 這一行就會做 離開的動作 剛剛那一行觸發之後 主程式 霍迴圈就會從這邊離開 離開之後就會把 Buffer的內容抓出來 我們在抓Buffer內容的時候會 抓目前 他的index是在什麼位置 但是這邊有一個比較tricky的部分就是 我們現在抓了這個 Counter的印的部分是 在handle人那邊也會同時處理 所以這個bit我們在設定上比較特別我們會把它設定成volatile 設定成volatile的原因就是因為 這個變數在handle人那邊也會處理在我們這邊也會處理 所以 我在參照他的時候各位注意看在177行 我們把它取進來之後 我們會在178行這邊有用到這邊有用到 所以有三個地方用到 如果你不是先把它存到local的變數的話這有可能 你在178行179行跟 181行這三邊 他的實際值是不一樣的 為什麼呢因為 handle人在跑的時候優先權比我們高 所以他這個值本身是變動的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在 宣告的時候有把它設成一個volatile 這個volatile其實是提醒自己而已 對編譯器來說 這個volatile並不是有太大的影響 因為 他的翻譯不會因為這個volatile而有影響 這個volatile只是 用來提醒我自己 我現在所操作的這個變數是在另外一個高優先權的slate那邊會用到 所以 我必須先把它存到local 所以記住 如果你是比較弱勢的那一方 你所access的某一個變數是 在另外一個高優先權的地方會去更改的話那麼記得你一定要先存到local來 這樣子 你才可以確保你接下來的access都是同一個值 如果不是這樣的話你就會有很奇怪的錯誤 所以 我們的主回圈 大概的 用意就是 handle人會把資料丟到buffer 接著 他會把我喚醒 喚醒之後我就在 176行這邊醒過來 接著就把資料丟出去 我們丟出去就會透過剛剛 提的這個 會透過csi的一些指令 丟到我們的console 所以這個是 大概的流程是這樣 接著我們來看我們回頭看就是我們這個程式可以帶進來 4個變數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所設計的結構體 使用者可以帶 第一個變數是 你可以設定一個週期 這個週期是以minisecond為單位 是1到200 在我們有寫在上面還有1到200之間 如果使用者設1ms的話就代表 比如說我的觸發週期 DMA的觸發週期就是以1ms一次 如果200的話就200ms一次 第二個是 每次觸發的時候 我所要做的轉換量 所以這兩個乘起來就是 你的轉換率 如果你在1ms200的話那就是200k 所以這就是簡單的概念 在下一個這邊是內部的控制 然後 底下這兩個也是內部控制 我們就先 等一下 如果有談到我們再來看 再往下是跟DMA有關的 部分 第一個是我們會把 現有的handle的入口間記下來 我們在 完成的時候 在離開的時候再把它恢復 接著我們會有一個 miss的count跟out的count 這個miss的是我們組回 圈如果 處理來不及的時候 我會把它記成miss 這個是等一下 也會demo給各位看 接著下一個是 我組回圈到底做了幾次輸出 這個輸出是會對應到輸入 這個輸入 的 數值是 每次dma觸發他就會加1 每次dma觸發就會在 兩個double buffer裡面切來切去 但是他會 做這個加1的動作 再往下是有 我們目前的buff 我們會把buff配到 local跟配到 特別的區段 我們有提過如果你把 區段分開的話 這樣子的 你的效能會更好 我們先來看這個區段的部分 我剛剛沒有提 我們區段的部分會帶一個特殊的指 進來之後我們會做區分 如果 如果你有帶特殊值的話我就把它放到一個特殊的區段 各位可以看一下這個 TOP RAN2 這個的 就會跟組繩式就是這個堆疊的位置不太 的分開了 所以這樣 可以確保你的dma在運作上是可以同步的 而且 我們現在有兩個double buffer 我把兩個double buffer都放在兩個不同段 所以 當這兩個段都不同的時候 CPU在ASUS其中一個double buffer的時候 另外一個double buffer也不會 會影響到CPU的ASUS 所以 這邊是有特別做這個事情 只不過 在實測的時候我發現因為我們現在觸發的 頻率不是太高 所以它的 差距非常小 就是 只有幾個microsecond 因為只有幾個microsecond真的是 感覺不出來 所以我就 等一下的demo就不會特別強調這個部分 因此如果即使你是放在 DRAM的主回圈的話 其實也沒有太大影響 主要就是因為它的更新率跟 抓的資料量的關係 因為dma每次觸發 其實 它傳送的就只有一個12個bit而已 它每次觸發之後 只ASUS一個簡單的 應該說一次簡單的WordASUS而已 所以 影響不是太大 所以這是為什麼我們 等一下demo不會特別去強調它 整個程式就會有帶入4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就是我們剛剛提的 是 觸發的頻率 接著是每次觸發的量 接著是我們 在列印的時候它的間距 如果你帶 特別的S的話是可以切換 DMA所 配置的buffer的位置 但我再說因為 差距不大所以 我有寫程式碼各位可以參考 但是 我等一下不會特別強調這段最後一個是 可以設定 自動跳出回圈的部分 所以 簡單程式碼就先說到這邊 現在我把Console啟動我們先來看一下我們這個ADC01的程式碼 我們先打問號ADC01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列印出來 這個列印出來的資料就是 各位在底下這邊的Help 這邊 底下這邊有個Help 然後 然後我們本身有帶一個 Alias 就是ADC01也可以用ADC來帶 所以各位在對照左邊 這邊就是可以 我直接用ADC來帶 相關的參數 這邊 列印出來 另外就是對應到 左下角這邊 我們來看我們如果 都不帶任何數值的時候他的預設值在左邊這邊有提到預設值是8×6 所以 我們 直接 打打打看 我們就打ADC01 這時候就 印出這個數值就是 各位現在對照就是右邊這個Debug這邊 所印出來的 這邊會印出來我們現在所使用的 相關的Divide的數值 譬如說各位看左邊目前的Predivide就是 Predivide的 除屏部分是除1 ADC本身是除250 希望的Wall Clock是 4800 然後 Final Clock也400 所以這個是 Match的 Match的狀況下目前的Conversion Rate是7.5 底下還有目前Enable是在GPDMA5 然後他的ADC Request Line是4 我目前剛剛 預設值是8×60 所以是每8個ms會轉60次 底下這邊就會印出目前正在轉換 目前正在轉換的部分是 在主回圈這邊 所列印的 各位應該有發現目前 這邊的顯示都會在同一行 這就是剛剛提的 我們的Escape Call CSI 跟ESC的這些Call 我們會把 游標隱藏所以各位現在 看左邊是沒有游標的 接著 每次都會跑到 同樣的位置來做這個列印的動作 這個列印就是我們先回到 右邊程式碼 我們來看 我們現在因為Step沒有給值 所以我們現在列印的是在這71行這邊 我們就會 基本的資訊 我們有 MISS的幾個 輸出幾個輸入幾個 各位看現在的OUT就是 我們 從 螢幕上往外輸出 而這個OUT的變數是 Thread Mode 這邊自己 在更新 我們每次往外輸出就會把OUT加1 各位可以看一下這邊 至於MISS的部分是什麼呢 我們等一下會談 所以先知道我們現在狀況是這樣子 接著我們來做 跳出來之後我們來試試看 我們如果切最高的頻率看看 我們知道最高頻率是 1ms 如果做200次的話這就是最高頻率 各位應該有發現我這邊有秀一個walling 表示說 現在的頻率並不是整除 因為我們現在希望的walking clock 是128000 但實際上 最終的是1330 這樣就不整除了嗎 不整除的話 你的conversion rate可能會有一點問題 這個什麼問題我們等一下會再來看 這個不整除各位 覺得奇怪 我們不是已經往前做了 為什麼 連這個最基本都沒辦法整除 所以各位可以看一下我這邊 把Excel的表 打開來給各位看 我們目前的狀況就是 CG clock是120M 這邊 前端 的previous 再加上我們這邊有個 标准除64 我們的ADC divide 除數 這邊已經 直接用Excel幫我們試算了 各位有沒有發現如果你想除到200 是除不到的 你會有沒有發現 在200跟200之間 你往上就是208 再往下是187 所以根本 除不到200 這是目前的狀況下 是不可能除到200 所以 各位注意看我現在切到左邊 按照Excel告訴我們表 如果我輸入的值 N如果大於187的話 就會跳到208 如果 小於187的話 他就會跳到187 所以 各位試試看我這邊再 再做一次 我如果是 給187的話 各位就會發現 我把這個畫面弄小一點 我們再跑一次 有沒有發現我現在的conversion rate 是187.5 就是各位 在右邊這邊看到 187.5 這個值 這是因為 目前的狀況底下 我根本不可能除到200整除 這是第一個 當然如果我稍微再大一點的話 我如果再做 變成188 多一點點 他就直接就跳到208 各位可以看左邊 這個左右對照一下 你就會發現 在 目前除數非常平極的狀況底下 你可以做到的內容真是比較有限 以目前我的配置來說 雖然 這個 187.5這個是有機會 整除的 但是 目前我配的 每次轉換的 只有200個 所以 這個N 沒有辦法帶到375 所以以目前我的 層次設計來說 我最大可以做到整除的是 目前右邊的這個值 所以 我就做右邊這個值給各位看 我們做ADC 是M1N125 這個就是目前 我目前配置的buffer狀況底下 可以做到了 最高速的整除部分 在某些運用來說 即使你不整除 沒有關係 但是你如果有同步的要求的時候 不整除就會很大的問題 這個等一下demo都會提到 所以 各位先 左右對照一下 目前的這個數值就是N125 對應到這邊 對應到程式碼的部分 各位可以看我們現在印的這一行就是在這邊 我們會把目前的各項狀況印出來 final clock跟fix clock 這個fix clock的部分各位有沒有發現這邊有印出一個 125.00 這個應該是浮點 但是我目前是沒有用浮點的 方法來做 我們現在是用fix point number來做 fix point number我把它 放大100倍 所以這邊有看到在放大100倍 放大100倍之後我們現在整個運作上就沒有用到任何浮點 這個在我們的另外一講 談到fix point那邊有提到 這邊就 有實際的計算 就是 我們把它先放大100倍除100跟mode的100 就可以 得到 兩位數的 小數點 所以這個有興趣可以回頭看我們的另外一個課程 我們左邊就把它跳出來 這是基本我們在顯示的部分 如果 我把 我們如果有設定s的話就會把 實際的指列出來 所以我們再做一個 輸出 我們這次就把實際的指輸出來 因為我們剛剛都沒有帶step 所以如果有帶step 它的輸出會是怎麼樣呢 我們使用預設值來做ad7 m8 n60 然後接著我們要帶入s1 這時候各位有沒有看到 在這邊就有輸出了 這個輸出就是從 ad5的進來 我如果先我現在去調整我們那個外部的 可調電阻 各位有沒有發現他有 有移動 這個 現在畫面有點跑掉 是因為我剛剛滑鼠在這上面移動 會影響到他 所以 我再做一次 我先跳開來 這時候我先把游標移開 因為這樣會 不要讓游標影響到他 這個會有影響就是因為 我們在做CSI的時候這個 Console本身 會被 游標所影響 簡單說就是這樣的 我現在調這個可調電阻 我現在把它調到最低就是0 調到最高就是4095 我現在調到中間的位置 各位有沒有發現 他是會跳來跳去跳來跳去 這個就是 在做Analog到Digital的時候常見的事情 無論你的硬體調得多好這個還是有加電容 如果你沒有電容的話這個還會更糟糕 各位有沒有發現他是這樣 有點跳來跳去 其實 只要不是在極端值 所以極端值就是說 如果我是 整個拉到0 這個當然沒有問題就是很穩的是0 或者說我拉到很高很高的這個位置 因為 對電容來說他就永遠充飽狀況 其實 4095好像也有一點 在跳動 看起來就只有0的部分把電容整個放掉 是最穩的 中間這邊就是會有這些buncing 這個是在 處理任何Analog訊 包括那個Key GPIO 都會遇到的問題 尤其在ADC也是這樣 這是讓各位知道 如果你真的在做詳細計算的時候 記得你一定要設定一個budget 就設定一個range 當這個一點點跳動的時候 你有時候是必須要把它忽略掉 所以我們在 左邊這邊我們再把它跳出來 剛剛 各位現在看到就是 ADC M8 N60的部分 在左邊看到這邊所有的輸出 就是在右邊這個 秀ADC readout 這邊所秀出來 就是在 74行到 83行這邊 印出來 在這邊印出來的時候 最終是透過這個printf 以目前來說我們只是一個簡單demo 真正的狀況下 你這邊可能是透過 USB或SPI 對傳送給另外一端 但是我目前用printf 是透過console把它丟出來 GPDMA就是上面這個部分 他會負責把資料不斷的抓進來 抓到buffer裡面去 抓進來之後怎麼處理 他是不管的 他就是高速的把資料抓進來 我們目前的處理就是在 Strade這邊來做輸出的動作 只不過我目前用的是printf 再搭配CSI 所以各位就可以看到左邊這樣的訊息 如果我們的速度跟得上的話 其實沒有任何資料是漏掉的 所有資料都會 都會印在螢幕上 如果我不帶CSI的話 我直接印的話 那麼這個 左邊的這個console就會 這會跑得很大 就資料會一直印 一行一行 為了不讓這個console 資料量一直一直跑一直跑 這個卷軸會一直跑 所以我才會用CSI 把我的游標定位在同一個位置 重複的一直 在這個位置把他東西印出來 所以這是 基本的做法 接著我們要來解釋一個 console所面臨的瓶頸的問題 這個瓶頸問題 我們接下來就要把scope 打開來 我們用scope來做詳細的說明 我現在將畫面稍微調整一下 現在各位右下角看到就是我們的scope 右上角是我們現在的程式 各位應該有發現我們在showADC這邊 67行這邊有輸出一個GPL角 85行有輸出另外一根GPL角 就是拉亥拉肉的動作而已 所以我們把剛剛的程式 再跑一次 我們現在一樣在這邊打ADC M8 N60 S1 接著各位看一下 現在右下角的scope輸出 各位應該有發現現在是M8代表 每8個ms出發一次 所以現在 每次出發的間隔就是8ms 因為現在一格是4ms 接下來 各位應該有發現這個寬度 這個寬度 各位如果對照右上角的這個程式 你就會發現是 目前顯示的時候 他所花的時間 因為這是從67行到 85行這邊所花的時間 這個時間各位看一下右下角的scope 這時間 並不多 大概 1ms左右而已 所以 看起來每8ms 他所耗用處理的時間 並不多 可是這邊其實是有個陷阱 各位 再看一下右下角這邊 這個寬度雖然對應到的是上面的 程式碼的寬度 可是各位注意看 上面的這個程式碼是整個處理完之後 他是呼叫83行的這個printf 這個printf的動作 其實只是把資料丟到 buffer裡面而已 丟到buffer接著呢 我們的系統端會透過dma 再把資料往外丟 所以 你printf結束 並不代表你的工作 整個做完 以這個例子來說 以目前的這個速度來說是 都還來得及 所以資料都有 及時送出去 所以各位看一下 現在有點亂掉是因為 因為郵表移來移去 所以我現在 再跳出來給各位看 跳出來之後 各位應該發現 現在scope那邊就沒有輸出了 我們再做一次 ADC N60 S1 在這個狀況下 速度是跟得上的 這個所謂速度跟得上的是 我丟到 右邊這個buffer的所有資料量 是可以及時處理完的 是不會堆積在buffer裡面的 雖然各位 再看一下右下角這邊的寬度 感覺上好像 其實處理時間是很少 這個處理很少是 printf很快就做完了 他把資料丟到buffer裡面而已 至於buffer什麼時候消耗完 就是會跟你的包裂速度有關 各位看一下右上角 我這邊列出來 目前的包裂是 460800 真正的傳輸量是 每個ms只能傳46個byte 我們現在是8 所以 各位可以 乘一下 他其實 每秒 傳送的 data不到 400個byte 接著 我就做一個簡單的測試給各位看 我現在在左邊這邊先跳出來 接著 我跑一個 簡單的量 把 60 稍微增加一點點 變成80個byte 每秒 每8個ms處理80個資料量 這個狀況底下 各位有沒有發現右下角的scope這邊的輸出就 跑來跑去 好像很亂 這個 很寬的這個部分是代表 目前系統有在做一些流量 這個流量控制就是 當 你printf丟到buffer的值 超過他所可以允許的狀況的時候 系統就會啟動流量控制就會把你printf的 時間拉長 所以各位就會看到現在有這個狀況 這個狀況就是代表現在系統端已經 沒辦法處理這個速度 因為 你現在透過console只有460800的速度 各位再看一下左邊 我跳出來給各位看 剛剛遇到的狀況就是 我給各位看一個state的狀況 我們透過printf 各位看右上角 我們透過printf 其實是把資料先丟掉一個buff而已 這個buff 各位看左邊 就是這個 我現在反白這個位置 這個是一個系統的buff 當你呼叫printf的時候 他有一個4k的buff可以用 這個4k的buff 剛剛已經hit到很高很高的點 3992 因為hit到非常高的點 所以 所以他就開始啟動流量控制 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 你printf時間拉長 如果 這邊不啟動流量控制的話 那麼就會造成overrun overrun的意思就是 下一個printf又把資料填到buff 但buff根本還沒有消化完 為了避免這個overrun 所以系統在內部有啟動 這樣子的機制 因此各位可以發現 這邊會拉到這麼高就是因為 你填進去的速度 來不及消化 這是 目前你在460800的狀況下 沒辦法 各位可以看一下目前console爆裂是這樣 以剛剛這個狀況來說 如果我的console爆裂再提升一倍的話 那這個狀況就不會有 因為 他的速度來得及 因為如果你再提升一倍 到912k的話 那麼 他的頻寬就會再增加一倍 我先把這個 這個console的這個buff部分先把它清掉 我先把它清掉 清掉之後呢我再做一次給看 這是我們做來得及的速度 剛剛各位知道 N64來得及 這個 各位再看一下右下角的scope輸出 跟剛剛一樣這就很穩定 每8個minisecond觸發一次 每次觸發的時間其實不長 再強調這個不長是因為 printf做完了 printf只是把資料填到buff而已 這個buff的資料是不是真的透過console丟出來 還不知道 還不一定 這要看他的頻寬速度 接著我們再回到左邊這邊來 我跳出來 我們一樣再看一下我們現在系統的狀態 各位有沒有發現 一樣是 印出的狀況 可是目前 在 這個狀況底下 他最多最多hit得到的準確只有342 這代表說 目前你填進buff的速度 在console這邊都可以順利的丟出去 這個資料量 最高最高的水位就是只到342 那我們剛剛記得剛剛我們是 到3000多嘛 各位記得3992 因為 已經 快要超過他的水位 所以他就啟動流量控制 所以這是告訴各位這個瓶頸 的概念 當我們透過一個 界面 做傳輸的時候 他的 slupp是有限的 以console為例目前就是只有 460k 雖然我們在程式碼這邊看來好像 很快就做完了 就是我們剛剛在右下角console看 我們再給各位看一次 各位在右下角看到 這個寬度似乎 似乎是很小 但這個很小只是 因為 Prinif return而已 真的資料在傳輸還是在背景 DMA慢慢的傳 所以這是 第一點要告訴各位就是有關 平寬的部分 他的限制 所以我先 左邊這邊先跳出來我先把 畫面清除一下 接下來我再來跑另外一個數值 我跑一個 比較寬的數值 但是帶比較大的 參數 這個時候 他的 頻率是每24ms 更新200次 目前的更新率是8.33 接著我把他實際的數 數值秀出來 各位可以看到現在的數值 是各位看到了 接下來我就要調整我的 外部的VR 各位可以看一下右下角的部分 我現在把右下角部分 做一些 調整 我先把P017的部分先拿掉 接著我把我的螢幕寬度 射的 小一點 現在射成 每一秒鐘一次 接著我現在就要調VR 各位可以看一下現在VR的變化 我現在就開始調VR的變化 各位可以對照一下左邊的 Console輸出 跟右下角的 Scope輸出 你可以 你可以發現目前左邊的Console的輸出 跟右下角的是一致的 右下角的輸出 每次 抓進來的值 現在是8.33K抓進來 抓進來值就會即時秀到我們現在左端 現在是一點都沒有掉的 在左邊的Console這邊的輸出 所有的值都有抓起來 所以 如果你把左邊Console輸出 像scope一樣 劃成一條線的話 其實就是一個簡單的scope 以目前來說 速度是不快的 只有8.33K但是資料是沒有掉的 因為以目前的 Console的460K的速度來說 你現在8.33K的更新率是來得及的 所以各位可以右下角跟左邊這樣對照一下 我們現在的速度是全部跟得上的 左邊這邊我就先跳出來 剛才移動優表所以他畫面有點亂 這邊是告訴各位說 我們現在透過這樣子的方法 可以很及時的把ADC的資料透過Console丟出來 當然剛才有說過啦 實際你可能是透過USB SPI或其他界面丟給另外一端去處理它 重點就是我們在我們的MCU這端 可以把我們現在抓到的資料直接 抓進來 接下來我們要做搭配一個DA系 就上次那個demo的事情我們再做一個demo 各位先 看一下我現在在左邊這邊輸入一個 數值 我輸入 一個數值之後這個數值會輸出在現在 各位看一下右下角這個這邊的輸出 這個數值就是我現在透過 DA系輸出一個 Aout 就是我們在前一講有提過輸出一個弦波 我現在就把這個弦波跟我們的AD5接在一起 我透過一個硬體的接腳pin把它接在一起 我現在 就 過去把它接在一起 接在一起之後 各位應該可以看到 Aout這邊就會有 同樣的輸出了 現在 這個Aout是剛剛 現在左上角這個螢幕 DACMC所輸出的 我把 這根pin跟這根pin接在一起 所以這邊各位就可以看到這邊有輸出 接著這個輸出呢 我就直接在跑我們的ADC轉換 轉換這個弦波的部分 所以 各位 一樣在看一下左邊這邊 我一樣跑AD 不對是跑ADC 因為現在是24ms 所以我一定要跑24的速度 所以 我現在在跑一個 150 好現在跑起來之後 各位 我忘了跑輸出 所以我跑輸出 各位可以看到現在 的輸出就是可以對應到左邊這邊 各位先看左邊 左邊的這個Console Console輸出就是一個弦波 但是現在的波峰是大概在我現在滑鼠這個位置 最高波峰大概是在這裡 波鼓在這邊 我們現在的速度就是兩邊是一致的 DAC的輸出是 24ms的 一個周期 我現在ADC的轉換也是24ms的周期 所以兩邊是同步 各位有沒有發現現在 我這邊的輸出左邊的輸出是 是完全同步的 可是因為每次 起動的位置可能不一樣 所以 你實際對應的值可能 旋波對應的位置不太一樣 像各位現在上下對照一下 剛剛的 低波在上下 這部分 現在的 波鼓的部分在底下這邊 但是它的 同步性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這個是 我直接透過ADC 即時轉換的結果 接著我再 回到這邊 我把我們現在 DAC的狀況先印出來 目前DAC就是 Cycle就是24ms 各位可以看左邊這邊 Cycle系 然後我再跑一次ADC 我們一定要跑同樣的頻率 如果我跑最高的部分 好各位 應該有看到現在 因為滑鼠移動 所以有點亂掉 我跳出來 我把滑鼠移開來 免得造成影響 再一次 現在就是一個 一個弦波的完整弦波 所以各位有沒有發現 現在我們 右下角的這個ADC 就是我現在的輸入端 輸入端抓到了值就直接顯示在我們現在左邊的 Console這邊的輸出 剛好就是一個弦波 如果我抓的周期是它的兩倍的話 這樣就會抓到兩個弦波 譬如說 我現在左邊這邊跳出來 我抓兩倍的時間的話 這樣各位有沒有發現它就是 兩個弦波 因為我現在抓的周期是兩倍 所以 抓到的值就是 兩個 兩個正弦波的波形 現在是因為保持同步非常好 所以才能夠做到這樣 接著我就 稍微的把 同步性拉 拉開一點點 各位注意我現在輸入ADC 的轉換度一樣是24 但是 我現在輸入的值是沒辦法整除的值 各位有沒有發現現在 的弦波位置開始跑掉了 我現在周期一樣是24 但是為什麼 在同樣周期底下 它抓到的波形會跑來跑去 好各位注意上面有 有一行walling的字 這個walling的字就是 我們希望的walking clock 是512K 但實際上我們現在除出來是512820 其實差了一點點 就差了這個一點點 你就沒有辦法 完成同步的工作 這就是 我們剛剛提的 當你沒辦法整除的時候 這個狀況 就是一個 很明顯的例子 但是這個 其實 它差了沒有很多 它差了 820個Hz而已 這樣子的話 它就是 沒辦法同步 如果我跳出來 我再換另外一個數值 如果它差了更多的話 譬如說 我用一個 差了更多的數值來說明 這個數值其實 不只是 沒辦法整除 它連周期都 不一樣 所以各位看 現在 抓到的值就是 滑鼠移過來 造成影響 所以各位看一下左邊現在的數值 跑來跑去 以 Scope右下角輸出你會發現 這個波形是很 很確定沒有問題的 只不過 我們在ADC取樣的時候 它不斷不斷的取樣狀況下 你的頻率 沒有對準 又沒有整除的狀況下 就會這樣 飄來飄去 這就是為什麼我剛剛提的 在某些應用底下 你的整除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先跳出來 我們再 再跑一次 只要整除 它就是會 沒有問題 就是會 非常的穩 我們再跑一次 在整除的狀況底下 不管你的取樣率是多少 像我們現在是取200個 200個對不對 它是完全穩定的 我們再取另外一個數值 譬如說我取 150個 一樣是穩定的 接著我再取 其他值 只要是能夠整除的值 就是不會有問題 這個是 沒有整除 N120沒有整除 所以各位有沒有發現 你抓到的數值 就會飄來飄去 我們現在抓取的周期是固定的 但是抓取的量不同 我們會根據抓取的周期跟量 來計算我現在需要的clock 如果你算出來clock是可以整除的話 那不會有問題 你抓到了波形 轉換都一定是正確的 不會飄來飄去 可是現在 各位看到現在我如果抓 N120的話 其實它因為它沒有整除的狀況下 它的 你抓到的值就是飄來飄去 這是 在沒有同步的狀況下會遇到的狀況 所以我們再來試試看另外一個值 我們看看N125 N125它是整除的 所以沒有問題 它就 非常穩定 你抓到的位置 波峰跟波谷的位置 就是 都會穩穩的在同一個位置 雖然 它的數值有跳動 這數值跳動是ADC本身造成的 所以 我們再多跑幾次看看 當我跑第二次的時候 也許它的波峰波谷位置會跑掉 但是 它的輸出就是維持在穩定的狀況底下 各位可以看我每次跑的時候 因為層次執行的順序不太一樣 所以 應該說時間點不一樣 所以 我抓到了起點可能是在波峰可能在波谷 但是 不會有問題就是一旦抓到之後 我轉換出來的數值就是都是穩定的 剛剛有提過 只要你的 數值是穩定的 如果你抓更多倍的數據 譬如說我現在抓 我抓更多倍 我們剛剛是M24 如果我抓三倍的時間 這個 這個例子就不好了 因為 雖然我抓三倍的時間 但是因為 算出來值沒有整除 所以 它的數值就是會跑來跑去 所以 一定是必須整除的狀況底下 你的數值才會穩 我們再試另外一個數值好了 如果我取兩倍的話 應該沒問題 果然兩倍 重點是整除 不是 你抓多少資料量 我現在抓的時間間隔是48ms 就相當於兩個週期 我抓的量是200 這樣子的話 會得到兩個週期的內容 這兩個週期的內容 就會很穩的 因為 輸入輸出都是同步的 我再抓另外一個 我知道150是整除的 我們試試看 現在 現在一樣是抓兩個週期 但是 抓的資料量比較少一點 剛剛抓200個item 現在只抓150個item 仍然保持同步的狀況 所以 各位可以現在 知道 為什麼我剛剛一直強調 你在做除屏的時候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ADC這個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你一旦 能夠整除的話 你的 輸入跟輸出的抓取 就可以完全的同步 就像現在各位在 左邊看到的這個波形這樣子而已 我們今天的 講解就到這邊了 希望對各位有幫助 時間過得好快 咱們就此畫下句點 下一堂課再見 等你唷 再見囉